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主团在反腐方面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 那么在这期间,包括杜赵财在内的多个人马都接连出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主席这边整体的一些附诊和一把手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前没有得到重用的高宏波和孙文他们 这一次为以重任,成为了我们中国主席这一次的古冠管理层 所以这一次对于高宏波他们来说 无疑是意味着升官赴任,获得了提议总局的认可 而且在这一次得到了认可之后,接下来高宏波还具体负责裁判部门 以及竞赛部门的两项工作 在近期他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工作去向 以及具体的一些铁定问题 我们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最新高宏波正式走马赴任之后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他们明确指出高宏波是恢复了蔡振华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决策 那就是在最近刚刚落下帷幕的超级杯比赛当中 委派的一支国际级别的一个裁判员来执法本次比赛 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和公正性 这一点的话在过往几年基本上是看不到 但是在高宏波到来之后 他也是重新把十年前蔡振华他们非常信奉的这么一条 国际裁判的一个执法原则继续重新贯彻 拿到了这里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只有说我们每一次一些重要的大赛 时不时委派这些国际级的裁判过来 才能够确保全卫性 也可以减少我们球迷的质疑 那么这一点也看得出来高宏波是非常有想法的 那么除了这一次颁布了重要铁令确保比赛的公平之外 高宏波本人还亲自远赴这一次的超级杯 和孙文一起出席了当天的颁奖仪式 给这个冠军进行颁奖 那么从这一点安排也看得出来 高宏波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 也更是身体力行去做好自己负责的工作 也是希望用这样的行动来证明 自己也确实是一个有能力办事的负责人 那么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相信各位球迷看到之后也会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们很清楚 其实当年程序员上来之后 大家就一直希望杜照高宏波这些人才能够得到重用 毕竟他当初从我们国足的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后来成为国足主帅 再到后来成为主席的副主席 其实一路走来高宏波的能力都非常的不错 无奈的程序员他们始终没有重用高宏波以及孙文 好像双方根本就不是一个圈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宏波才一直等了 等到现在已经50多岁了 还好现在来说的话也是好菜不怕晚 我觉得对高宏波来说 他这个年纪才刚刚适合去赴任主席一把手 二把手的这个年龄 还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而且现在经验更加足够 也相信他会把一生的本领 用在中国足团的发展当中 来助力中国足团在将来有更好的进步 我们也相信他会不负众望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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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